继崔雪莉离世后,聚和拉被爆身亡,曾言我会带着你的那份努力活下去。 提到韩国艺人崔雪莉,大家都非常的熟悉,是韩国的著名隐形,但是在10月14日的时候被发现死在家中,生前曾患有严重的抑郁症。 11月24日是崔雪莉离世的第41天,对于崔雪莉的离开大家才刚刚适应,但是此时韩媚又传来了另一恶好。 崔雪莉生前的好友聚和拉也被发现在家中身亡,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,聚和拉也是韩国知名的艺人,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歌手。 在雪莉生前的时候,两人经常的在一起玩,不过聚和拉在生前依旧还有抑郁症。 在雪莉去世的时候,聚和拉因为本人在日本,所以没有来得及回国参加她的葬礼,但是失去了好朋友的她非常的心痛,因此还采用了直播的方式来和雪莉告别。 姐会带着你那份努力活下去,会努力,各位我没事,我和雪莉是真的很亲的姐妹关系,想和雪莉道别所以开了直播,对不起。 感谢观看